哎呀 哎呀 地方邻居都在呢 大家好 地方邻居们 三个都也没见你们了 想不想我们呀 我们也想大家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说我们范美丽大家庭 所有成论 哎呀 我想你们啊 大家好 哎呀 大家好 哎哎哎我爸妈 我前两天跟你们说的 咱们社区就要开展这个 家风家教的活动 而且要搞一个展览 就是把每个人哪 最有意义的一个物件 要拿出来进行展览 而且不光是展览 要根据这个物件 还要讲一个故事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这次比赛啊 那很正规呀 而且有奖品 你们准备好没有 拿奖 好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跟你说啊 我想这样啊 咱们呀 先模拟一次比赛 好好 选手们来了以后 你们当评委 我们当评委 好 快坐坐 快准备 快准备啊 坐坐坐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请出我们 一号参赛选手 米粒小 小米粒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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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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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米粒啊 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咱这是 这个物件展示 不是身材展示 大姐夫 我最自信的 就是我的身材了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你们三姐妹里边 身材最好的 当属你大姐 对我 你看 大姐 见面表白了 等一会儿 回来吧 小米亚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开始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部手机 我的妈妈 差点跟我断绝了母女关系 你们都惊讶了吧 妈妈 您还记得这个手机吗 记得记得 记得就好 妈妈 麻烦您 陪我把当年的情景 再现一遍 还有我的事呢 请你再现 妈妈 我是您亲生的吗 当然 当然了 那妈妈 我想买个手机 那可就不一定了 那年冬天呢 我和你爸回家 那漫天下着大雪 都看不清道 走着走着 看着一个垃圾堆 里边有洞 我就想买个手机 不是 那垃圾堆里 有个小狗 他头嘴里还能叼我手机啊 我狗嘴里叼的就是你 你这么问吧 就因为一部手机 我都不是亲生的了 能不记忆犹新吗 就没人给我来点掌声吗 鼓掌 鼓掌 这还得鼓掌啊 我觉得小米粒这个故事讲的还是很好的 哪好 哪好啊 他就是有一个科普知识的普及 不是有什么知识啊 过去啊都说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对啊 今天咱们明白了狗嘴里吐出的是咱小米粒 大嘴里还敢玩一下活跃一下气氛 来来来来 小米粒你过来 我跟你说啊 你知道妈为什么这么做吗 为什么 妈就是要告诉你 从小啊 要养成勤俭之家的好习 是吧 再说了 你已经有翻盖了 你还要什么纸板 就是呢 小米粒就是不知足 她的手机老好了 还带拉杆推荐去呢 爸没事吧 来来来来 大家注意了啊 现在开始给小米粒投票 开始 你看 关键时刻还是得是二驴子 二姐 咋的就一票啊 太少点了 大姐夫 那个妈 我就是叫活动活动肩马 哎呀你们讨厌啊 没事没事 一票就不错了 比我预想的好啊 那个小米粒得票是一票 好 接下来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雷零三 姐姐们 接下来出现的第二位 参赛选手是 迷恋 二 哎哎哎哎哎 要说哎 有意义的物件 我们家可太多了 随便拿出一样来 亮瞎你的双眼 我知道这是什么吗 钱 满 对了 哎哎哎 媳妇还记得不 这可是我挣的第一桶金啊 当然记得 想当年 我家媳妇还是那么的苗条 哎 那么的温顺 是一头顺毛驴 呵呵呵 呵呵 再温顺的毛驴 经过你的摧残 那也枪毛相思对吧 想当年 我是那么的苗条 对 风大了我都不敢出门 好瘦啊 现在可好 啊 风大了我还是不敢出门 问啥呀 那把别的小姑娘都挂家去了 我直不然能跟她处着磕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提胖的事 赶紧赶紧赶 哎音乐音乐 来情景在线 哦对 情景在线 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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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风 站起来 哎 站起来 我们再试一次 记住 顾客虐你千百遍 你带顾客如初恋 加油加油加油 媳妇 我要是再失败了 你能瞧不起我吧 不能 你能踢我吧 不能 你能瞧不起我都不细地踢我了吧 能不能不磨叽了 你再不瞧不起我能踢死你你信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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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的爸爸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爸啊 你这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你忘了你你你问我吃吃没吃饭 啊对对对对对对 喂 喂 爸爸 二米先生你吃饭没有 吃呢 我这么吃呢 吃大肘子呢 哎呀老乡了 爸 那个什么 你过两天 吃饭挣完钱 我和他就拿着大肘子看你和我妈去啊 好 行了不说了 这肘子太阶人了 你这肘子是跟土豆嫁接的吧 哈哈哈哈 别人了 我回来了 老公 你回来了 又没挣到钱吗 哎 没关系 还有我呢 我明天就去工厂上班 等等 媳妇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拿回来的钉筋 你弹成了 我不敢再失败了 媳妇你是那么的漂亮 多少人在追求你 多少人想让你嫁给他 你却选择了我 跟我吃康厌菜 媳妇啊 你总说的一句话 你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 嗯 你赢 我陪你军临天下 你输 我陪你东山再起 好 好 我成功了 我赚钱了 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在生意场上 多少少女向我不来 我看 我看 看什么看 我都不细的看 媳妇 你现在是胖了点 胖了点怕什么 这样你在我的心里 就卡住了 媳妇啊 你这段故事说得非常好 扎心哪 二姐二姐夫 你俩走心了 我这票 投给你俩了 谢谢 谢谢 帮子 帮子 你看看人家 胖都成优点了 都卡心里了 我是不是也卡你心里了 你不是卡我心里的 你把我心堵的等等的 停完了我就放心了 好了 现在我们给二名一家投票 我宣布 全票通过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雷尼森 剪彩板 接下来出场的第三号 选手是 迷恋大 给我们一分钟时间 他们也参赛 别有压力 不是 你刚才那弄得太精彩了 行吗 他再怎么准备都不行 对对对 你好好弄 你必须的吧 我不是跟你吹 就我跟顺峰 准备的这段 大姐和大姐夫 手当脚袍 他都碾不上 啥玩儿 开着车 他也碾不上我们家 就是 迎来 我们来了 迎来 这还真开车来的 开车来的 哎呦我天平 这准备的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旧奶瓶 波浪谷 旧衣服 结膀 这都啥乱七八糟的呀 你看你这个人 什么叫乱七八糟啊 你得仔细看 你仔细看完了以后 怎么样 他是有点乱七八糟 这不还是乱七八糟 但是他有纪念意义 啊 你就拿这个记账本来说 你等等我看看 我看看吧 嗨 这不是生妞妞的时候 记的那个账吗 对呀 我给大伙念念啊 你看生妞妞的时候 老刘家送了半斤红糖 老赵家送了二斤小米 老钱送了四个鸡蛋 四个鸡蛋 你也记着 你什么意思 这里边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那还要从一个风雨交加 淒了咔嚓的夜晚说起 那年我还在部队当 中文字幕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尿戒子 啊 尿戒子 这不是一般的尿戒子 哦 什么 用过的尿戒子 哇 哇 你这拿出来干什么 大姐夫 你不能因为取胜 你瞎说 真是 妞妞那个时候都已经用尿布湿了 谁还用尿戒子呀 我没说这是妞妞用过的 谁用过的啊 我用过的 啊 我的 哇 你们别笑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就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 这些东西那可是稀罕物 太珍贵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家那会经济条件不好 我妈妈准备不起这么多尿戒子 我当时尿又特别多 街坊邻居 就把家里边珍藏的尿戒子 送到我们家 我妈跟我说 孩子 人这一辈子要学会感恩 你要记住街坊邻居的这份恩情 有些人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是用着百家尿戒子长大的 大姐夫 真尿性 我承认 是啊 现在我们缺少的 就是邻里间的那种情感 以前不管谁家有大事小情的 那邻居街坊全来帮忙 可现在有多少人 不知道自己家邻居长啥样 是是是 二姐 二姐夫 对不住了啊 我那票不投给你俩了 我要投给我大姐夫 小米粒 你就是个贩妇 对对对 我和你爸那票也不投给你们了 也投给你大姐大姐夫 妈 你也是个 哎行了 现在都别吵了 给我大姐夫投票 来 不票 投票 干嘛呢 不几少 我先不 大姐夫 大姐夫全部 通过 谢谢谢谢 别着急 别着急啊 还有重量级的选手出场 接下来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出我们重量级的两位选手 米 米 法 哎呀 孩子们都展示了他们最珍贵的物件 对 物件就是东西 珍贵就是宝贝 嗯 我那宝贝东西要拿出来 你们的东西就不是东西了 不是啊 你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啊 米貌 我才不是东西呢 哈哈哈哈 孩子们孩子们 这回事 其实啊 我这辈子和你爸最宝贝的东西啊 是在这儿呢 看看 啥呀 看看啊 哎呀 谁个人啊 什么人 钱包啊 钱钱钱钱钱 看看 我看我看我看 啥来的呢 三个包米粒子 孩子们呢 可别小瞧这三个包米粒子 当年我怀小米粒的时候 你爸正带着剧团下去演出 我由于怀孕不能参演 把我这心急的呀 可是我也不敢说呀 你爸是个新出的人 我现在演出这么忙 他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你爸那么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 竟然用手绢包着三颗包米粒给我悠来了 孩子们看看手绢他写的啥 我看看我看看 心力皆辛苦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啊 啊 是不是啊 啊 这可是说明一切呀 哦你 他是说啊 我为这个家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他是说啊 我为了勤俭世家付出了多少辛苦 他是说我一个人带你们三个孩子 有多不容易 这是你爸给我的最高奉奖 他心里头有我 他懂我 有这五个字 有这五个字 历历劫辛苦 我这辈子 值呢 妈 妈 我以前老埋怨你不给我零花钱花 我现在才知道 那时候爸带着他们在外边演出 您一个人在家带我们姐仨有多不容易 妈 我错了 是我太不懂事了 妈 妈 我们享受您和爸妈的爱 享受得太理所当然了 是 那个时候 我就是觉得爸爸是天生的有担当 妈妈就是操持家务样样型 我现在才知道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妈 我的孩子 我跟你们说 妈这个故事讲的太好了 是 真的是告诉我们 要好好地孝顺自己的父母 好了 现在我们给爸妈投票 我投一票 我投 我投了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了 太好了 别哭 拿啥 拿啥草呢 我的尿戒子 不是大姐夫用过的 我来被人家 我来自然间 我来自然间 你会被人家 你应该被人家 那是什么 我来自然间 我来自然间 你没有自己的 我来自然间 我来自然间 你能不想 我来自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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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真的